你很难相信这样磅礴的声音是从这么小的身子鼓里发出来的 唱得真不错 这也跟锻炼有关系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不跟父亲表述自己的感激之行的吗 主持人您跟您父亲说过谢谢之类的肉麻的话 我没有跟我妈跟我爸说过我爱你 但是我跟我父亲会搂着肩膀说话 这个就是男人之间的这种表达 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的目的就是想说 其实男人之间也可以有真情 就是既然爱那就大声地说出来 来自黑龙江的张磊 从小身患严重的脆骨病 为了能将儿子照顾长大成人 张磊的父亲舍弃了属于自己的事业爱情 单身带着儿子 局部违禁的生活26年 为了感谢父亲26年的养育之情 张磊独自来到告白的舞台 希望大声说出对父亲从未表达过的爱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开启告白顺门 父亲无言 不是每一个父亲都会到这个舞台上来接受自己的孩子所说出的爱 因为那感觉有点矫情 男人都怕矫情 你觉得你父亲会来吗 我觉得我爸爸会来 你觉得你父亲在这么漫长的26年当中是什么支撑着他 一直和你相伴道经 父子之情 还有别的吗 我觉得这就够了 你对父亲将来的生活有什么期许吗 我希望我爸爸更幸福 好 轻轻把手放在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之上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二 二 感谢观看